关注黑医生,健康瓜哥,大家好,我是黑医生 那肝脏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 它可以说是人体的解毒之王 人体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进去的这些毒素啊 大部分都是由肝脏来去解毒的 所以呢,这个肝脏在人体当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脏器 那么这个脏器,它中医里面是怎么去认识的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这是黑医生要跟大家聊的第一方面的内容 那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就是说 我们这个肝脏如何能够让它更加的健康 有什么方法,有什么食疗的方法来去让它更加健康 这是要聊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 好的,关注黑医生,健康瓜哥 大家好,我是黑医生 首先我们聊一聊第一方面的内容 那这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医里面是如何认识这个肝脏 和医生主要跟大家聊三点 那第一点呢,就是肝它主要的功能啊 它是输泄人体的气机 也就是说,我们人体这个气的运行啊 是跟肝啊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如果一个人肝主输泄的功能正常 那人的气肯定会流通,很舒服,很舒畅 那气疏通,舒畅,流通 那这样子血才能正常的运行 如果是气都不通了,堵在那里了 那血肯定是不通的 会出现这种血管堵塞 甚至这种我们中医讲瘀血的情况 这个叫气质血瘀 所以啊,这个肝脏的功能啊,非常的重要 它跟我们的血管,血液的一个运行啊 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那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啊 我们的肝啊 如果是出现这种肝气郁结了 它是非常容易化火 那如果肝气郁结之后化火了 我们讲这个叫做肝郁化火 这个时候呢,肝火就偏旺了 那肝火偏旺的时候 整个人情绪啊,会非常的暴躁 刚刚讲的肝气郁结的情绪呢 是比较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的 那如果是肝郁化火了 出现肝火旺了 整个人的情绪就暴躁了 所以呢,这个肝啊,是主情质的 这是肝的第二个方面的一个内容 功能,就是肝主情质 肝气郁结的时候 整个人情绪就郁郁寡欢,闷闷不乐 肝郁化火了,肝火旺的时候 整个人情绪啊,就非常的暴躁 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肝的一个功能呢 肝呢,是有助于我们脾胃的功能的 肝的功能正常 肝主输泄的功能正常 我们脾胃的韵化功能也会更加好 但是如果是肝出现问题的 肝气郁结了,肝火旺了 肝韵化火了,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很容易影响到我们脾胃的功能 那我们脾胃的功能 其实就是蕴化水骨,蕴化水湿 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啊 都是靠脾胃来去蕴化 啊,转化为我们有用的这种水骨精微 有用的气血来去养养全身的 所以呢,肝的功能啊 是非常容易影响脾胃的 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 一个人啊,因为什么事情生气了 啊,生闷气了 或者说直接就发火了 那这个时候你想一下这个人想不想吃饭 啊,都不想吃饭 这个就是肝气不通啊 啊,之后肝育化火之后啊 影响到脾胃的功能 所以就不想吃饭 中医里面呢,这个叫做木秤土 啊,木秤土 所以呢,我们肝啊 它有另外一个别称 又叫做肝为肝脏 啊,肝为将军之官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它这个肝啊 它是受不了这种压制 受不了这种抑郁 啊,一旦出现这种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容易暴躁 还会欺负到啊,周围的人 影响到周围的人啊 这个就是木秤土 肝影响到脾胃 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啊 肝脏非常重要的三个功能 啊,第一个呢 就是输卸人体的气机 气通了,血残能通 那第二个呢 肝主情志 啊,肝气郁结了 整个人闷闷不乐 肝运化火了 整个人非常的暴躁 啊,那第三个功能呢 就是肝呢 是非常容易影响到脾胃的功能 很多人就会问 那我怎么知道 我肝有问题的呢 那何医生跟大家讲几个 非常常见的 肝出现问题的 几个常见症状 除了刚刚讲的 肝气郁结 或情绪郁闷 肝郁化火 情绪暴躁无关 还有其他常见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我们指甲有竖文 那这个也是肝气郁结 非常典型 非常常见的一个表现 包括就是我们太阳穴的头痛 或者说偏头痛 或者说嘴巴苦 或者说胸口闷 鞋泪疼痛 或者说我们凌晨 一点到三点钟醒来 那这些都是肝 非常常见的几个表现 那么大家也知道了肝的功能 也知道了这个常见的表现以外 那很多人判断出 是自己是属于这种肝不好的 那怎么办呢 接下来跟大家聊 第二个方面的内容 也就是说 我们怎么让我们的肝脏 更加健康 发挥肝脏 它本来的应该有的功能 那么何医生 跟大家分享四个字 叫做 省酸增肝 也就是说 省 也就是说我们要减少 酸性的东西 增加肝甜 肝胃的东西 那这个可以说是肝脏饮食调养方面的一个原则 原则 本来的这四个字 它是教一个人在春天的时候的一个饮食的方法 那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肝气的一个这种生发啊 它其实就是肝的一个功能 肝脏的一个功能 肝脏也是这种生发的 也是这种调畅的 要欣欣向荣 要非常舒服 要调畅气急的 所以呢 其实虽然这几个字是讲春天怎么养生 讲春天如何顺应肝的一个特性的一种饮食的方法 那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季节 不管是春天也好 夏天秋天冬天 不管哪一个季节 其实只要是肝有问题的 有一些征兆了 那这个时候这四个字都是适用的 省酸增肝 那么怎么什么意思呢 怎么去减少这些酸性的一些东西 怎么去增加这种肝胃的东西呢 那其实都医生教大家几个方面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 这个省酸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减少酸性的食物 很多东西都是非常酸的 比如说那些醋类 醋这种酸醋 非常的酸 或者说没有成熟的这些橙子 这些也是非常酸的 这种类型的食物 要暂时少吃一点点 那么这个酸性的东西啊 除了一个它是收了 收得很厉害 本身肝呢就要调畅气急了 要调畅 要生发 要舒服了 这个时候太酸了 反而对肝啊 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要减少这些刺激性的食物 刺激性的食物 比如说非常常见的大蒜 很多人说大蒜啊 可以抗炎啊 可以杀菌啊 特别是这种乙型肝炎的这些部分人群啊 经常吃大蒜啊 对这个肝炎啊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啊 但是说实在的 大部分的这些肝炎的患者啊 经常都是伴随着肝气抑血 甚至肝于化活的 如果经常吃大蒜 那么非常容易会增加我们肝脏的一种肝气不同 增加这种肝于化活的情况 太刺激了 这个大蒜 还有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洋葱啊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羊肉 其实啊 都是可以说是啊 又腥啊 又刺激啊 对我们肝脏啊 其实都是不是特别好的啊 那么如何去增加肝胃呢 这是第三个方面 就是说我们啊 在饮食当中 怎么去增加这些肝胃的一些食物 最常见的对肝非常好的 以前和医生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比如说山药 莲子 还有就是这种芡食 这些都是对这种脾胃啊 非常的好的 都是属于这种肝的 肝的有点点肝甜味的啊 淡淡的肝甜味的 这些啊 要食通缘的食物 对我们的肝脏啊 就非常的好 除了对肝脏非常好以外 它还能减少 因为肝的问题 影响到我们的脾胃啊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有健脾的作用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 要减少这些太酸的东西 减少这些刺激性的东西 增加这种淡淡的 肝甜味的 肝味的一些食物 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些食材 莲子啊 芡食啊 还有刚刚讲的肉类啊 放进去包 大火煮开以后 再改小火 慢慢包 包大概 30分钟左右 然后呢 再把淡淡放进去 再包15分钟左右 那么整个锅啊 整个汤啊 就包好了 那这一个呢 其实呢 对我们的这种肝脏也好 脾胃也好 都有非常好的帮助的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也可在视频下方的留言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能够学到养生健康的一些知识 也欢迎大家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大家一起关注健康 一起关注我们肝脏的健康 好的 关注何医生健康华哥 我们下期再见